近日周杰伦太太昆琳发布了一张彩虹图片 竟然与前女友侯佩晨在两个月前社交媒体上发的图一模一样 十分尴尬 因为侯佩晨是周杰伦的前任 昆琳是周杰伦的现任 这一层奇妙的关系令整件事陷入更大的尴尬之中 那你们如果一起看电视啊 不小心转到某人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谁 我可以撑啊 那你要赶快转开吗 不用 不用 就继续看吗 你自己休息自己看 来来来 你自己休息 你自己休息 所以没有礼貌 听问说台湾范围这么小 对 有名的人很容易就碰见 所以如果碰到一些往日认识的人 要怎么办 尤其碰到那些有情感瓜葛的人 看到曾经喜欢过的人还是一样的 我觉得还是会 如果有机会就问候 没机会还是会点个头 随后周杰伦两口子针对此事进行了回应 昆琳解释这张图是建商传来的 周杰伦也跟着回应 一颗藤上扯出七个瓜的娱乐圈 瞬间炸了锅 两口子也被拔出了一串匪夷所思的瓜 还记得去年9月周杰伦和昆琳都在澳大利亚 两人先后更新了状态 周杰伦发了一段视频 天空上面用无人机写着永不放弃的英文 随后昆琳也发了同样的图片 粉丝纷纷感慨周杰伦为昆琳精心策划的表白太感人 谁知道被网友拔出是某球队的粉丝给队员做的应援 网友特意去求证也得到了官方的证实 虽然周杰伦从未说过这是自己设计的 但是网友却认为他们在蹭表白 去年12月20日也就是侯佩晨生日的当天 周杰伦到代官山拍照并并晒出照片 代官山这个地方是周杰伦和侯佩晨恋情曝光的地方 而昆琳还被拔出和侯佩晨打卡过的地点一模一样 周杰伦和昆琳在2011年爆出绯闻 2015年两人在300年历史的霍华德城堡中高调成婚 这个城堡不含餐点 一个晚上光场地费就要38000元人民币 昆琳身上的皇冠与项链价值超过人民币1200万 我觉得我妈妈留下来给我珠宝跟求婚姐都是有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珠宝单品 所以我觉得就是鑽石跟珠宝很有另外的寓意就是在重要的节日的时候 你可以买一个然后敬念那一天 然后就是每次看到那个珠宝你就会想到那一天的美好 刚说我们一去有没有事情想买的可以帮我们准备的 我买好多耶 那自己有送过什么最珍贵的 就是很特别的名牌老师 很珍贵很特别啊 就我自己啊 哈哈哈哈哈哈 要结婚的时候你们是很自然而然的说哎差不多了我真的超爱你我们结吧 嗯 那你可以用周董方式吗很简单说那个宝贝我们结婚吧 哎呦今天天气不错啊 会结婚 哈哈哈哈哈哈 还是满屋子的花然后单膝下跪 是在一家餐厅然后对 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不知道 而且我原本没有想要去吃那一餐因为我很冷我就觉得我想睡了 然后她说不行啦走啊我们去一定要去吃这顿饭 我说可是我很想睡觉 她说那你随便乱穿你就这样穿去餐厅吧 然后我就去 但事后我很生气 我说不是你不叫我打扮好看一点 我打扮得很好笑 然后就吃一吃 咬到一个硬硬的然后是一个戒指吗 嗯 是就是呃 一而一桌就先求婚 我觉得昆凌是一个还蛮放松的人 对 就是可以就take it easy 而且都已经要结婚了 应该就不会在其中那些小事了吧 是 那这样蔡依林最近发票怎么办 我不要这样 这一次的彩虹事件到底是掉入了前任的怪圈 还是网友的过度脑补 近日由周杰伦监制 昆凌主演的电影叱咤风云发布了新剧照 不少网友猜测这几天的风波可能是炒作套路 而周杰伦这样的炒作也只是老套路 网友表示侯佩晨真的是一不小心就被当成了工具人呀 话说这几天周杰伦和侯佩晨昆凌的瓜真的吃累了 不知道下一个重磅消息是什么呢 谢谢大家 好